玉林县灵性牡蜜批发商涉嫌购入越南等地的牡蜜之后 混冲国产牡蜜还在外包装上贴上了产地台湾 卖给新北基隆中下游厂商通路 而基隆地检署23号指挥警方 还有卫生局前往贩售牡蜜商品的通路店家搜索 传唤灵性厂商等三人 将他依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移送侦办 最后以6万元交报 另外两人则是被请回